其他疾管署召开例行疫情记者会 根据疾管署统计 上周新增79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 以感染A型H1N1的71例为多 而从去年10月至今 已累计499例流感并发重症 其中456例是感染H1N1 而死亡个案则有26例 这其中的22例是感染H1N1 说明国内上周门急诊类流感就诊 达11万多人次 较前一中略深 评估整体疫情已进入高峰期 那有关流感上周的全国急诊 就诊病例百分比已经来到13.6 那超过流行预值持续上升当中 那就我们的推估目前已经进入 流感疫情的高峰期 警官署防疫医师林永青表示 上周新增两例经审查 确认为流感死亡个案 分别为北部67岁女性和南部47岁女性 其中67岁女性有心血管疾病 47岁女性则有癌症时 发病时头痛 咳嗽 后来并发严重住院 已有肺炎 最后因肺炎拜血性休克离世 从发病到过世不到5天 也是年纪最轻的死者 两岸例都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呼吁从1月1号开始 已开放所有公费对象 接种流感疫苗 符合资格者应紧速接种 我们1月1号开始已经开放了 所有公费的接种对象 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了 所以这边还是呼吁就是说 如果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 民众的话 还是请尽速的把握这个时间 就是在流感高峰期 通常是在春节期间 会到的这个时候之前 尽快的接种流感疫苗 局管署副署长表示 根据统计发现 目前499名流感重症病例中 仅3人施打疫苗 26名因流感逝世者 都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所有的流感重症的病例 只有3位是有接种 也就是说 还有这个死亡的病例 也都没有接种疫苗 那不问如何这个打流感疫苗 还是最好的一个预防流感的方法 局管署表示截至1月5号为止 全国公费流感疫苗接种数量达407.8万剂 剩余约196.4万剂 再次呼吁民众目前已进入流感高峰期 接种疫苗为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 提醒符合公费条件的民众 应把握机会紧速接种 确保自身健康 原新闻笔定8号台北市采访报道